我们在大街上经常看到豪车 像路虎 宾利 法拉利 我们都可以叫得上名字 因为这都是汽车 殊不知在豪车中还有一种叫做摩托车的 这个就有点霸气了 真意了那句话 古豪的世界不需要理解 有钱就任性 这不前段时间在北京的一土豪 就买了一辆宝马摩托车 这是一款宝马R12007S型号的摩托车 市场售价在20万左右 加上各种税 牌照 保险 价格不低于23万 价格贵有贵的地方 但你看看这个配置 1170cc的排量 四充成双缸发动机 4秒即可加速到百公里以上 当然油耗也是不低 百公里油耗算点四升 完全赶得上四轮的 这个配置在摩托车界里也是没谁了 看这样的配置不比一辆宝马系的汽车差 对于这个档次摩托车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过这种享受生活的经历 同时宝马系摩托车本来就是限量的 所以不管是从体验还是收藏 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对于很多人来说 不理解的是 为什么要花上20多万购买一辆摩托车 还是宝马品牌的 为什么购买汽车呢 这难道是因为作为土豪的他 之前没有骑过摩托车 还是没骑过宝马系列的摩托车 或许只有土豪自己知道 对于宝马系的摩托车 骑着他出去遛一圈 绝对是贼拉风 回头率肯定也相当高 或许这就是土豪想要的享受生活方式吧 看到这里 你想不想也体验一下这样的生活呢